刚刚结束青岛的代言活动 10月19日 李敏昊有空降上海继续谈的代言之旅 这频繁捞筋的速度堪称一绝哦 现场李敏昊和可爱的水果公仔们一起出场 并用上海画像在场的嘉宾问好 招牌微笑也是迷到了一大片粉丝呢 舞台上李敏昊也是化身健康讲师 分享了关于健康生活的独门秘籍 做了讲师 李敏昊更多了些沉稳和淡定 以前那些嘟嘟嘴的可爱表情统统都不见了 听到粉丝们评价他可爱 李敏昊甚至有些娇羞地低下了头 赶紧解释起来吧 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样的娇羞地下了 一些娇羞地下了 好啦好啦 既然男生都这么害羞地否认了 我们也就别再为难他了 作为代言人 李敏昊也是相当的敬业 聊到拍摄广告中的趣事 大呼压力山大的李敏昊也是无奈地表示 喝太多 真的很痛苦啊 你喝起来准量是多少 정확히 기억이 맞지 않습니다 所以你是真喝 这属于非常敬业的演员 因为通常大家都是假喝或者欧拉的土调 不要太气 我真的很悲心 另外两个角落 ving术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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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